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不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正义的这一套 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 是邪恶 正义的命令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教会 正义深意维持 我们还会有牺牲 我们还需要牺牲 直至一个新的中国诞生 获得彻底烟灭 靠近了 殿坑 中文学 怎么样 还没联系长 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做的 我 哪知道 都惹出那么大麻烦来的 老苏 你看我们俩关系一直都不错了 你可一定得 得在郑都长的面前 替我美人解决 小张啊 你的处境我知道 可这次麻烦惹得实在是太大了 美国人要是知道 我们特调局 琢磨他们的马可丽特号和金火库 正赌查一下 人也活不了 现在江萍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金火库 马上就会爆炸 这个责任 总得有人负吧 什么意思 只好你自己 你自己来扛了 我自己扛 我自己他们怎么怎么扛 大哥 你得帮帮我 你得帮帮我啊 就不 我怎么扛 你活着 当然扛不了 你活着 死了就能扛了 死了就能扛了 北平 这怎么解释啊 发射器上的电刺管 我们喝对了编号 出次你们举 这不太可能吧 会不会有人故意盗用我们的器材 摘赃给我 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 但是水鬼的供诉和你们的解释不一样 这就是那个水鬼的口供 武坑才是具体联系 这个跟我们局的工作毫无关系 只能确认是武坑才的个人行为 证毒查也是这一件 没错 查理已经去武坑才的家执行逮捕了 我们就等结果吧 稍微建议 他死了 搜尋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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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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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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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索精的设备我已经找到了 在哪儿 宾妮的情报很准确 就在今天美军港口俱乐部的地下仓库里 而原来是日军的礼堂 东西没法拿到吗 对 组织上给了两个任务 一个就是拿到黑索精设备 第二个呢 掌握比基尼第二阶段的 完整计划并破坏它 比基尼还有第二个阶段 对 今天发生的事情 就是第二阶段的一部分 他们的重点 就是借我们搞黑索金的行动 把苏联人拖进来 在青城直接挑起美苏冲突 问题是他们现在 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在吴昆才套上了 对 吴昆才是关键 需要我在安德森那边做 别 别 你现在身上图书馆的那个事 还没过去 言语中千万不能流露出来 任何的倾向人 人算不如天算的 功亏一篑 太可惜了 把张炳坤的发射器 送到美国人眼皮子底下 只有于北平干得出来 这事无论怎么处理 都会是清整局的一次重大危机 搞不好我们都会翻船 玛格丽特和上路路军火铺点 投影泡 有铺垫有布局 这么好的一个局 竟然让于北平 用张炳坤撕造的发射器 就给破掉了 这一招 于北平惯用这一招 赐两国千金 让炳坤死有余果 让他死也是卑鄙无奈的下策 让炳坤一死 倒查发射器被盗的线索就断了 郑督长 以前我错管你了 原以为 你跟于北平有私人的缘 没想到这个人的破坏性太大了 他这一招 要击中了我们的要害 再想把黑锁金线索往共产党头上套 肯定不可能 得想我只有把于北平干掉 现在不行 这关头绝不能节奈生日 现在我们只有把所有事情 往吴坤才身上推 才能脱身 美国人根本就不会相信 吴坤才跟共产党有关系 安德森对局地的情况非常了解 再这么做下去越木越黑 今天晚上的事太大 美国人一定会召回南京 南京也一定会追究责任的 现在只有只知死敌而后生 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第二阶段还有个备用方案 一直没报南京 还有备用方案 你要找到吴坤才 凶angs 凶行 冤测 你怎么还没甩啊 你可回来了 外面爆炸声这么大 我能睡得着吗 担心死了 我没事 你别瞎想 能不瞎想吗 自从你和爸入了这一行 我就没睡过一个踏实的觉 今天美国人那边事多 迎来送我 那爆炸声怎么回事 不清楚 早 睡觉 挺过的 担心是我怕的 你肚子饿不饿 来不及登广告了 广告本来应该登在晚报的第四版 找美国回来的侄女 大悦不回来了吗 已经在你包里了 真没想到会是你 我也没想到组织上会这么安排 有一件事得跟你解释一下 那次在你们家门口的那次伏击 是一场意外 这 邓队长 出去 不不不 今天何学还在向我打听你的下落 你就是我机械 我一点口风都没给你漏 起来 让我坐着 让我问你啊 你打算怎么着啊 问你话呢 先不动 那能成吗 警卫司令不把你照片贴得满大街都是了 你是真打算偷偷摸摸在我这儿窝一辈子 相归美人夫妇何求啊 你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呢 行 输人不输阵 老驴不了劲 咱那头发呀 什么时候都得利利索索 我饿了 你饿不饿啊 嗯 想吃什么呀 随便长点就行了 吃死你得了 起来 衣服 少抽点烟熏死我了 快点烟熏死我了 报告 什么事儿 郑董察 南京来电 念 十月十七日 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投共 第一兵团政府司令投行 长春炫了 焦总的范副司令也被俘了 你把范自强叫来 是 躲起来 快点躲起来 快点躲起来 你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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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躲起来 你快躲起来 你躲起来 黄什么火 怎么了 我刚才接上跟你喝酒了 他马上就上来了 你大妈的出卖我啊 我一句都没说 你快快快去看 快快去看 谁啊 我 何群 何参议啊 有事儿吗 我找昆才兄商量点事儿 开门 你等一下啊 我把衣服穿一下啊 你 你找谁 吴坤才 我知道他在里面 吴主任啊 您找吴主任您上这儿干嘛 这是我家 来 我出来给您沏点茶喝 滚赛兄 滚赛兄 出来吧 可泉 他妈的还有脸见我啊 把钱放下 免得走了火 吴坤才 我真想害你 就不会一个人了 何秋儿 我真的把他看走了眼了 你下手比他们的正义还黑 你们指定的什么狗屁笔记 你全他妈塞在这老子屋子里 我现在是有狗能变 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商量这件事 你商量个屁 坤才修 坤才修 别启动 你做的牺牲 党国都看在眼里 那你们手给我废话 赶紧安排我出城 厅 再见 老 auto 不 你现在还不能走 怎么着 现出的张炳坤 接下来干对我吴昆才 没这个意思 那什么意思 把枪放下 坐那儿好好说 还愣着干什么 出去盯着点 何秋儿 我告诉你 咱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再好商量的事情 你们比起你的第二阶段已经彻底完蛋了 就算我替你们顶下来 你认为美国人会相信吗 我还告诉你 如果有一天吴昆才落到美国人手里 我是不会替你们抗的 一无一失 我全都给你们倒露出来 昆才秋儿 你的心里还是有情绪 我当然有情绪 这件事呢 并非没有回旋的余地 想不想听听 我昔耳空听 怎么会回旋吧 严下南京不光在穷美国人 同时还在跟苏联人谈判 想让苏联 停止对共产党的支持 把共产党拦在关外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想跟你商量这件事 我认为美国人家 你听不见过 全軍火艦軍 全軍火艦軍 裁出全軍 敵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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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啊 山洛陸軍火庫的爆戰 波及了周圍的街道 死了好多百姓 可是我們也是受害者 天井被司令部的全選民黨員 我讓他們來處理 是 是, sir 迴回来,迴回来 美国人索外国人 美国人索外国人 金氏外国 这屋子当时是谢南给我准备的 一直是没有用过 很安全 外边很热闹 昨晚上罗路军火库爆炸引起了重怒 正义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美军在爆炸案的现场发现了吴昆才的痕迹 安德森是怎么判断的 他认为这是约翰案的重演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把吴昆才搞成共产党太拙劣了 根本就不像正义的手笔 你觉得背后还有阴谋 比基尼计划的核心 就是把美国人卷入中国内战 第二个阶段 就是把苏联人拉下水 在清城挑起美苏冲突 玛格丽特号的袭击 和上罗罗军火库的爆炸 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美苏正在秘密谈判 要是玛格丽特现在被炸 美国海军肯定暴跳如雷 华盛顿右翼的力量不容小觑 说不定真的成了美国 介入中国内战的借口 还好正义没有成功 根据我对正义的了解 这么重要的行动 它一定还有后招 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已不变应万变 现在全国的形势发展非常快 国军在东北 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华东 华北都在酝酿决战 黑锁金设备也要尽快地运出去 送到解放区的兵工厂 这些情况你都清楚 具体怎么操作 听上级的指示 嗯 这二十年了 我一直都以为你们不在人世了 这有个小礼物送给你 莎莎 对不起 庞虾 雨主任 发现你是我的生生父亲的熊 我非常没办法 莎莎 我现在不想谈这些 我出生之后就没有父亲 妈妈为了把我和哥哥养大 二十年 一个人都没有吃过 他走的时候 身上只有八十岁 这些事你不会懂的 这二十年里 你是国民党的高官女婿 你过着和我们不一样的日子 你的生活我也不能理解 之前我们的交集是因为工作 以后我们的交集也是工作 莎莎 我会扮演好我的角色 履行好我的职责 这些请您放心 还有以后别叫我莎莎 我听了 觉得心里不舒服 昨天晚上接到终止行动的通知时 已经完了 这事不怪你 只要口风言 就没你们的事 郑督察请放心 绝对低血口 郑督察 您如果有什么事吩咐 我范子强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这个任务你只对我负责 谁都不能知道 你要从青城消失半个月 去哪儿 表面上是替我去南京办点事 查几份档案 那真正的任务是 有一个人 叫李可福 表面上的身份 是苏联这次秘密谈判小组的翻译 实际上是苏俄远东情报局的联络员 你要以他的身份开始活动 苏俄秘密谈判小组 今天就离开青城了 他们走他们的 我们制造假象 李可福单独秘密留在青城执行任务 这个留下来的李可福就是你 你跟照片上的人有几分神似 打扮打扮能混过去吗 明白了 记住 这件事办好了 那就是救了我 救了青城局 救了党国 请政督查放心 我们在冒险中 我们查看原因 背后的爆发 因为 因为 装装装 冒热 有人承证了 这件事 还提供了 2的 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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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样的灾害 外扣控制装 对 对 他们拿了 包窗糊 装装 撿采 好 为什么 傻 和公司 公司是在第三层桌上的建築 我們知道 是在阿蘇嗎 我們努力在那裡 那是所有我們有 這個模特兒是相似的模特兒 导師祿 anni旺 德萍被冠å了 沉秀社建 South Korea уж的无限 三天 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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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坐 青春的情况你了解吗 我现在每天就是做做饭补补衣食 连秦部门不就是干这个吗 这可不行啊 青春的危机太严重了 你看看这个 美国人乱了 青春乱了 青春特调局也乱得够呛 你怎么想 青春乱这个任务了解 东城也很有能力 事实并非如此 当初派他到青城 一方面是想让他完成笔迹尼计划 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他从侧面 考察一下北平 现在北平没看出什么问题 可比基尼计划 第一第二阶段都面临崩盘 您让我来应该早有想法了吧 还不成熟 第一阶段 约翰案的失败啊 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 现在的局面 比约翰案要严重得多 东北战场失利 东北战场失利 我们已经拿不出什么筹码 跟美国人谈了 第二阶段 不是保密局已经介入了吗 这事应该去问毛局长 事已至此 先不谈这些了 你要做好准备 回来救火 救什么火 怎么救 主要是两件事 一件事 倾城乱局 必须立即结束 尾座发来集电 严令动乱形势不得扩大 倾城是华北重镇 战略枢纽 不能乱 另一件事 是美国方面 我们必须有人出面 把所有责任扛起来 你要给我一句话 于北平 到底有没有问题 现在还没有证据 证明它有问题 马格丽特号时间 特调局内 必有工当来营 这才导致了比基尼计划的撤离失败 而且 工当级别很高 你需学什么 你是让我选一个 我只是提出问题 具体答案 还是要靠底 现在我还给不住它 那好 先不谈这些 但不管怎么样 倾城的事 我们必须给美国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袭击玛格丽特号 和山洛露军火宫爆炸 做人太大了 我们已经没有了转换的余地 北平和正义 都是党国之精英 武昌手艺以来 我们牺牲太多的人才了 不能再让年轻人去替我们背黑锅呀 空谈没用 怎么收场 给我两个礼拜 给我两个礼拜 我相信 北平和正义 他们有智慧有能力 处理好这件事 两个礼拜一过 只怕是 就没法受账 这个责任谁服啊 我 我 一个中将的脑袋 会比两个上校的脑袋 更会令美国人满意吧 行 让你重回国防部 这条案 这条案排也好 将来牺牲一个国防部的中将 更能体现国府之诚意 一二十五 一二十五 我看这次学潮跟往常不同 闹得好很难收场 警备司令部那边怎么样 陈锦铭也接到了南京的命令 解铃还需寄铃人 这件事情的起因 还是因为 商陆路军火库爆炸 是啊 但是美国人是不会赔偿的 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 商陆路附近的老百姓死了十几个 房子也塌了不少 难怪老百姓这么折腾 关键在学生 他们要是不鼓动 老百姓闹不成这样 吴坤才的情况 你们情报处跟进入如何 我们倒排了吴坤才这几天的活动记录 发现他昨天下午两次进入武州大酒店 我拿了照片去分店查人货 适者指认他两次进入的都是412房间 给他开门的好像是达胆人 达胆人 什么人 这个不清楚 房客登记用的都是假身份 但是搜查过房间了 里面非常干净 甚至零食文动面 甚至零食文动面 给他们认识 封面 也认识 可能 我们邀请他们到他们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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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问题 哪里 我当初就是因为怕背黑锅 才跑的 今天你又练一个黑锅了 你以为我会背吗 战局混乱至此 必须要有人站出来 棍三兄 你想想 如果共产党赢了 你会在哪儿 个人的委屈 不要负贷心上 别站着说话不要的 还有 别再做梦 你一般的曾相关 当初黄春水就死在我乌棍财手里的 我跟苏俄远东情报局有不共戴天之仇 就算我想投奔苏联人 他们肯要我吗 你先认下来 我们再来想办法 你以为我是个三岁的小孩啊 说来说去 还是想弄死我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往明天涯跳一辈子 要么合作 听郑督察的安排 我今天一个人来 就是想给你这条命路 失诚之后 愣空行杀 只要有我和群在 就绝不会亏待你吴昆财 我说到做到 昆财兄 我们再好好想想 再好好想想 快开 快下车 快 美国人如果真的放弃南京 我们就只剩下苏联 为了达此目的 苏联人就算是魔鬼 南京也会跟他打交道 我有一个疑问 孙队长你是怎么知道 有人要袭击玛玛丽特号的 于主任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觉得孙队长到达的时间 特别巧吗 不像是去阻止袭击 倒像是专门去灭口的 于主任 这个情况是有案可查的 Zither Harp 你是谁他是谁我是谁就在此时此地 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 飞鸟已在远方 远方的他和他和他 你们都还好吗 岁月啊岁月之间一次穿我心脏 就让我 就让你 就让他 惩罚入了冰雪 就为了你 为了他 为了我 我用手一个秘密 我自己双手向我让他们彼此之意 最后的眼泪交给谁 轻轻吹起风 想呼吸 轻轻吹起风 想吹起风 想吹起风 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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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着星辰大海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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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方向世界 谁能读懂 忍住 忧伤的你 多少你不肯 忘怀 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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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感谢观看